الف咖啡���pipe 詞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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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踪 聚光散开 还随时间不停流逝 我的心才雕刻 我的爱太夙愿 我听到我的歌 没有剪奏后的另一章 想大声呼喊你 牢牢的抓住你 是不是会 有一次让故事延续 心一直为你痛 梦已经靠近你 我好想回到你心里 想大声呼喊你 牢牢的抓住你 是不是会 又一次让故事延续 心一直为你痛 梦已经靠近你 我好想回到你心里 我只怕再次断肠 大人 你干了这么大的好事 还敢来见我 大人 大人饶命啊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就突然 我保证会尽快 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水落石出有什么用 来 看 你 水龙门仓库 昨日被炸 发现隐藏大阅务术 民怨沸腾 政府被迫调查此事 大人饶命 你知道吗 就是杀了你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大人 给我一次机会吧 大人饶命 报告 什么事 报告董事大人 外面有您的东西 打开 是 下一次 我找的就不准是你的仓库 业者 你给我等着 这边是我敬你的 多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温大哥 方天宇不是好惹的 假如没有必要 我劝你还是别去招惹他比较好 心仇就恨 那是一句话能了的 先不说他之前是怎么对我们的 光是方天宇勾结百虎堂 跟我抢地盘 就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 对 可是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你放心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温良玉 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你这个人 总是不听我劝 好了好了 我不劝你了 我们喝一杯 怎么了 他还是没有原谅我 他等了你十八年 也该你等等他了 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 会明白你的 就这么想吧 沈世豪对他恩重如山 我是怕他很不下心来 救命之恩 夫妻之义 的确不是那么好取舍 不过 你不用怕 因为 你还有个很大的筹码 筹码 我记得格格跟我说过 他有一个孩子 他亲口跟我说 那是你的孩子 孩子 你说我们俩有个孩子 对 父子连心 即使恩大于天 也比不上骨肉亲戚 太好了 太好了 他有孩子怎么不告诉我 他真的那么恨我吗 有多爱 就有多恨 爱和恨 总是联在一起的 有多爱就有多恨 对 我这次就留下了 你也会帮你 不过 他那种举相 不是 每一次我为你烫酒 你总来不及喝 我也没有别的奢求 只想你陪我多做做 你也做不到 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云翔 而我心里却只有你呢 专喊进去训练 跟上跟上 总统队 专喊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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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开架 他是好人 傻给我看 原来他就是总督 大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事 袁小姐找到了 是吗 在哪儿 您办公室 您办公室 好 继续训练 是 我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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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子康 子康 你知道方语言是谁吗 不知道 金村 连他都不知道 他可是总督大人的千金 听说 长大 貌若天仙 他貌若天仙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嘿 这你就不懂了 你不会想一辈子啊 就做一个熏谱吧 总得想着往上爬吧 谁能追到总督的千金 可就平步青云了 继续训 是 你这臭丫头 还知道回来啊 你以为我想回来啊 是九叔硬把我拉回来的 放肆 几天没见学会顶嘴了 信不信我叫人把你拉出去打一顿 打吧打吧 打死我最好 省得我活在这世上 有低声没娘腾一辈子糊里糊涂的 你 大人 小姐还小 她是无心的 她无心 她分明要气死我 我告诉你 我今天再不教训你 你就翻得天了你 明主 让开 让开 小姐 你就别再顶撞你爹了 她也是为你好 快给你爹道个歉 哼 就当九叔求你了 继续 那好吧 这次就算我不对 你有话快说 没话我先走了 回来 你这什么态度 别人要知道你是我的女儿 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我告诉你啊 从今天起好好给我待在家里 不许踏出家门半步 好好学学做女儿家的规矩 听到了吗 我不 你不 我就把你关起来 明主 把她关起来 这 你以为我想出去吗 我也不想啊 可我从小就没娘 你又老不在家 我不想一个人老是对着镜子说话 走来走去就那么大点地方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你知不知道啊 爹知道 爹知道 这些年委屈你了 爹也没不让你出去玩 对不对 可你去哪儿都得跟我说一声 老是这样突然失踪 爹会很担心的 那最多 最多以后我去哪里 都告诉你还不行吗 就别管我了嘛 你一个女孩子 不要整天在外面爷 年纪也不小了 总有一天要嫁人的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说不想嫁 我要想嫁的时候 要求我的人 能从你的寻补房派到天桥 马不知脸长 这话怎么是女孩子说出来的 你不信啊 跟我来 来 把这个给他 好 知道了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 大家听好了啊 我呢 是你们总督大人的女儿 今天在这里公开招叙 你们谁愿意举我 把手举起来 我怎么跳呢 是吗 我叫雪儿 下雪的雪 喂 为什么喂呀 我叫阿水 出水福龙的水 你们没人愿意娶我 你们是眼界有问题 还是脑子有问题啊 像我这种百年难得一见的 大美女站在这儿 你们居然不动心 你们看着啊 哎呦 你看 你看 愿家入宅 你 闹什么闹什么 爹 我也让你看看我有多么的迷人 你 别哭闹 跟我一起跳舞 你是 你吓唬谁啊 你以为你是总督大人就可以在寻补房草菅人命吗 你怕他吗 我 跟我走 站住 走啊 喂 语言 给我站住 大人 明九 这丫头我管不了了 她嘴听你话了 你去把她给我找回来 去啊 是 对了 谢谢你刚才帮了我 你你究竟是谁啊 我是我呀 有什么问题吗 你等等 你是雪儿 阿水 还是 方雨嫣 方雨嫣 总督大人的女儿 我才不要做她女儿 我只想做我自己 哎哎 不可能啊 世界上不可能有三张这么像的脸 你还记得吗 那天晚上咱们俩在河边 后来你跳下水我不停地喊你 喊得我嗓子都哑了也不见你上来 我 你在说什么呀 我完全听不懂 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出来玩 有兴趣的话一起来吧 语言你可来了 我这等你三十天了 来来来啊 就是 不耐烦了吗 着急的话可以走 没人让你等 语言你今天让我们大伙来干什么呀 就是啊什么事啊 是啊想不想啊 看到上面没有啊 谁要是第一个上去抢到金元宝 我就做谁的女朋友 真的吗 真的 当然喽 一二三 开始 你不去吗 我 当然是你喽 我以为你是个勇士呢 没想到 我只说是上去 又没说不许开车 你给我吓死你 你干吗 你干吗 你这帅人的天哪 想帅我 你帅我 你帅我 你什么心理 你干吗 我小我小 我小 我的头好嘴 不行吧 你 你 我什么我啊 我叫你们上来 又没说不许开车 真是笨蛋 好了 游戏结束了 我要回家了 站住 你又有什么尖叫啊 你太过分了吧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 你凭什么这么糟蹋人啊 你看看他们 你再看看我 我们豁出去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命 难道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这么不见人情 你真是慷慨激昂 我好感动啊 不过可惜 我横看竖看左看右看 我就是没有办法喜欢你 怎么办呢 你 勉强是得不来幸福的 对不对 那与其把我变成小怨妇 倒不如把我给放了 你是大英雄大侠客 不会跟我这个小女子 斤斤计较的 对吧 我 好了 我先回家了 活活有期 你 我还以为你又要离家出走了吗 不会的 爹 你放心好了 这两天我玩也玩累了 得好好在家里睡上几天 回来 又怎么了 今天上午的事情 有没想过要跟我解释吗 有啊 就是你们寻补房那几个寻补都太傻了 不过最后那个还可以 我是寻补房的总督 你今天当着我的手下 大呼小叫的要出架 还像个疯子一样跳舞 你是不是存心要气死我 我只是想证明给你看 你不是说没人要我吗 一个小寻补 了不起 简直胡闹 怎么叫胡闹呢 我那叫专情 难道你想你的女儿人尽可夫 跟寻补房里所有的男人都 住口 我告诉你 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停着 赶紧回房去 没有我吩咐 不许出来 对了爹 忘了告诉你 我已经阿上那个小寻补了 而且我非他不嫁 你说什么 其实这两天待在家里也好 顺便可以置办一下嫁妆 免得到时候来不及 你 你 怨妮 怨妮 白日虎 你是变着法子来折磨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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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他干的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家教 又不是不给他饭去 老是偷着呢 为什么这样 哎呀 这小家伙也挺可怜的 庞大帅一死啊 他娘就被方总督赶出去了 从小也没人管他 哎 总督的心也够狠的 孩子这么小 就不让他见他娘 没娘教的孩子啊 长大了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呢 哎呀 哎呀 哈哈 哎呀 啊 哎呀 哎呀 整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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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呐 快来救我呀 整火了 整火了 哎呀 哎呀 你 玩儿啊 玩儿啊 你非得把这房子 烧了你才高兴是不是 我不要你管 我要娘 我要娘来管我 你没有娘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有 我有 娘是被你赶走的 我知道是被你赶走的 还我娘 还我娘 够了 娘死了 语言 爹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你娘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以后不要再替你娘了 九叔 我真的没有娘了 有 每个人都有娘 那我娘去哪里了呢 她去很远的地方 总有一天 你们会再见面的 我知道 爹是坏人 所以才会让娘离开的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要找到我娘 我要跟娘在一起 不跟爹在一起 爹是坏人 先生 您要我调查的这个寻补坊 总督方天宇的女儿方语焉 她从小就喜欢扮演各种各样的人 比如小商贩 卖花女 饭店伙计等等 搞出了不少麻烦 就连她爹拿她也没办法 嗯 行了 原来许儿 阿水 都是她胡编乱造出来的 哎 长着这么可爱的一张脸 为什么却总爱骗人呢 子康 寻补坊的训练这么辛苦 你要多吃一点啊 娘 一点都不辛苦 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子康 你要是真做得开心 就多玩几个月 玩腻了 爹再跟你找份像样的工作 爹 我可不是去玩的 寻补坊的工作实在是太危险了 你说万一你有什么闪失 我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跟你娘怎么办呢 爹 我身手好着呢 那些坏人根本不敢进武申 哪还敢跟我交手 很多事情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就怕万一 是好啊 要是子康真的喜欢 你也别勉强的 子康 大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大娘跟你说了门亲事 是我的侄女也是大学毕业 在银行工作人长得也漂亮 你看什么时候见见面呢 我我才刚刚做事 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些 做个朋友见个面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他现在还是个孩子 我看这事儿缓缓再说吧 行行行行 我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那侄女啊 也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啊 又不是嫁不出去非要赖在你们沈家 我才懒得操这份心呢 姐姐 你别生气 子康 大娘这也是关心你啊 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番好意 先去见见 成不成那是以后的事儿 对对对 要不就约今晚吧 要见你们去见 我是不会去的 我吃饱了 子康 姐姐 真不好意思 小孩子不懂事儿 我替她给你道歉了 子康 真是不是抬决 我好心好意给她介绍门青事 她还买什么臭架子 我侄女还不一定看得上她呢 上不了抬面 是好 你说是不是 你慢用 你 你这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我做错了吗 子康 你刚才也太过分了 她好歹也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她呀 我为什么要给她面子 我看见她就讨厌 伸手不打笑脸人 她给你做媒这也是好意呀 娘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女人心里有多坏 突然让我去相亲 还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你这孩子 管着我是不会去的 娘 你为什么总是对她低声下气的 自古以来长幼有序 娘 我可不想听什么自古以来 几千年来有多少妻妾的恩怨 都与我无关 我关心她只有你 大宅门里面一向是母依子贵的 下词条再说什么你不用理她 让她来跟我说 看她敢不敢跟我吵 哎呀 你还太小 过日子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是你说的一是一二是二那么简单的 我也是关心你 难道这也有错吗 娘知道你的心 子康 你要知道 在这个屋檐下生存 该忍的还是得忍 听娘的话 去跟你大娘的侄女见上一面 就当是为了娘好不好 我不 子康 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就是上次那个姑娘吧 她没事吧 娘 她没事 她挺好的 她是哪家的姑娘 爬子上还没一瓶呢 娘 过段时间我再跟您说 二太太 外面有人找您 知道了 娘 您快去吧 我下次好好跟你说 我保证 我 你不说我 你还来干什么呀 不是都跟你说明白了吗 你赶快走吧 我有话要问你 我没话跟你说 你不说清楚我不会走的 那好吧 明天急事上见 有什么话到时候再说吧 我等不到明天 我现在就要问清楚 你别为难我了 万一被人家看见了 我的名节是小 连累是豪 我就无地自容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我们有个孩子对吗 是不是 上车 再不上车就真的被人看到了 来 来 今天如果不是开心告诉我这个消息 你是不是准备瞒我一辈子 是 可这孩子身体里流着你和我的血 他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我有权利知道 好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 我全都告诉你 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我有一个儿子 我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 太好了 我想见他 带我去见他 我知道 他十八年来都是管神社好教父亲 你放心 我看见他什么都不会说 我知道 所有事都要慢慢来 允香 他是我儿子 我见一面都不行了 因为你见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 孩子刚一出生 就要折了 不可能 你骗我 你可以不信 但这是事实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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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老天爷要对我那么残忍 为什么 我 问大哥 请原谅我骗了你 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儿子还活着 你一定会想办法与他相认 到那个时候 我该如何面对 辛苦养育了紫康十八年的慎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他走了 说明他跟我们没有缘分 也许他早就已经预感到我们的结局 所以不想让我们有任何牵绊 你明白吗 如果我不去那批货 我就不会出事 如果我不出事的话 我就可以好好地照顾你 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不会死 我们一家三宫就可以 过着既快乐又幸福的日子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不可能再回头了 我现在很幸福 时好又给了我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云霄我不会再傻了 如果沈氏昊是你 是你最终的选择 那我尊重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 让我偶尔可以看到你 这就够了 你这又何必呢 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难道连这个你都不成全我 一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了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六 деся 六 七 二 停 第三百 中间那个 出列 把你刚才的拳给大家打一遍 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停 他的动作是所有人中最标准最出色的 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样 是 快跟我走 我正训练呢 我的是更重要 这怎么可以呢 小姐 您找他有事 当然有事了 我的气车坏了 让他帮我修 他 他会修起车 我说他会他就会 这 怎么 他可是你们总督大人点名叫他去的 放不放人 既然是总督大人的命令 大人没问题 你快去吧 教官 你今天已经练得很好了 先去帮小姐把车修好 快去吧 这 这 教官 走啊 你猜猜我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 愿闻七强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来这儿 我喜欢闻新米的香味 喜欢把手放在米堆里的感觉 小的时候 我有一个邻居 他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男孩 每次我们玩捉迷藏的时候 我会经常藏在这里 可是他每次都能找到我 后来他搬家了 我很想念他 那天我一看到你 就觉得你和他长得很像 所以 就想把你带到这儿来 我真的很佩服你编故事的能力 你觉得我在编故事 意外杀夫的雪儿 梦想做演员的阿水 现在又是一个喜欢闻米香的浪漫女子 我真的很好奇 这十几年里 你究竟扮演了多少角色 你根本不用羡慕那些演员 因为你的生活远比他们精彩多了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 方总督的千金 谁人不值谁人不晓啊 好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喜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 所以 我想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我 我 其实 你不说也没关系 从你的眼神里 我可以看到答案 如果你不喜欢我 现在就可以走 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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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燕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来来来 起来 起来跟您说 不哭了 过来跟您说 到底怎么了 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爹 对不起 对不起 到底什么事啊 不管什么事 爹为你作主 快说 急死爹了 爹 我没连接人了 我想跟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枪 枪 你要枪干什么 胡闹 我不想活了 玉燕 玉燕 你这是干什么 爹只有你一个女儿 你跟爹闹什么呀 你忍心叫爹闹什么呀 白发人宿黑发人吗 说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昨天出去玩的时候 我被人枪爆了 你从来说 我 失去你 宁愿在爱河中飘荡 忘记我是永远做不到 寂寞是最深的孤独 让你爱上走 风轻吹动我的头发 想念是最深的呼唤 思念潜在命运中交错 岁岁念念之不尽 不愿离开 不愿放开 什么在心里的思念 早已经蔓延 不愿离开 只愿留在 此生都不会变识 我对你的依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